好的 要來分享 實在夠麻糬 我們讀設計跟讀美術的 最喜歡逛的是哪裡呢 百貨公司 不是啦 你又要買衣服喔 美術館吧 對啦 是啦 充滿美感設計的 對… 那我們逛完美術館之後 通常都會怎麼樣呢 要吃東西 是 我看妳到哪兒都想吃東西吧 跟妳說我是很挑的好不好 不好吃 然後美感不夠的我還不去 好 我跟你講 剛好有一家就符合妳的要求 它的裝潢 設計 也有獨特的一番風味 然後再加上它的食材 其實也用了一些當地的特產 去做創意料理喔 真的假的 好 我都要看看過不過得了我這一關 OK 走 好 一點都不誇張 這家餐廳的特色之一 就是非常特別的裝潢 天馬行空的風格 增加了獨特性 以及隱密性 來用餐的人 總是不忘多拍些照片 也因此很多人選擇在此求婚 好浪漫啊 而這裡的料理也是很受歡迎的喔 趕快請老闆許大哥 來幫我們介紹介紹 會不會跟我們聊聊你們的菜啊 譬如說像剝皮辣椒 意大利麵 剝皮辣椒就是這附近的店家所做的 我們給它融入當地的食材去製作 因為剝皮辣椒通常都是煮成雞湯 就我沒有想到你們會把它做結合耶 這也算是無國界料理了耶 對 這一盤義大利麵料也滿多的耶 看起來麵就很Q了 它的麵對很Q而且很滑嫩 除了一般我們吃的那種紅醬那種甜甜的味道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比較特別的甜味耶 我們是用新鮮的番茄下去熬煮 所以那個它會有番茄的鮮甜味 喔那剝皮辣椒咧 你剛有吃到那個剝皮辣椒的味道嗎 它是一點點那種辣辣的感覺 其實吃了以後還滿開胃的 那我也要試一下 沒有我想像中的辣耶 它其實已經就是帶有那個甜味 會有一點點像那個剝皮辣椒跟硬葵仔之間 就是帶有那個甜味 然後可是我吃這樣子 我就相信它這個如果混在麵裡面 它那個醬汁醬汁一定會很棒 我們前面還有這麼豐盛 這是什麼口味的披薩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紅酒香煎牛肉披薩 披薩還有用紅酒牛肉 會不會太高級了 因為我來牛肉是煎過之後再醬紅酒 醬紅酒煎好之後再做成披薩 而且是現做 而且我有發現像一般外面 可能是比較薄脆的餅皮 或者是比較厚的 可是你們這餅皮 好像跟外面的也不太一樣 這餅皮是我們自己製作的 那這經過三次的發酵 製作起來它口感就是比較Q 經過烤過之後 所以外脆內嫩 吃起來口感還好 所以餅皮也都是你們自己做的 對 它氣乳絲是用四種 四種氣乳絲去混合的 哇塞 所以這個從上面鋪的材料到下面 對 全部都是厲害的 好 我來試一下 它裡面那個皮啊 很軟Q餒 再加上它上面的料 它的料其實那個牛肉 咬下去 淡淡的紅酒香 聽你這樣講我也要來試一下這味道 因為我好像很想像很久牛肉的披薩做起司 喔喔 好好吃喔 它那個 就像你剛剛說的 嗯 它的那個餅皮啊 它其實是很Q的 因為它不會像那種外面過度鬆軟 它的厚度是拿捏得剛剛好 就是你咬下去會有鬆軟的口感 可是它又保持它有一點點酥脆的感覺 它的甜椒的甜味也都進去了 然後濃濃的起司味 就像剛剛徐大哥說的四種起司 濃濃濃的起司味 尤其是紅酒牛肉 那牛肉好好吃 牛肉還有包又有它的那個口感在 就還有它的那個嚼定在 然後主要就是 那個紅酒的香味 好香喔 超好吃的 哇我們剛剛一連吃完好幾個大菜 徐大哥 我們是不是該進入甜點了 在我面前 它好吸引我 你都最愛吃甜點 真的而且這麼醒目 對 真的 徐大哥幫我們介紹一下 對 這編分水果蜜糖吐司 它不太像我印象中的蜜糖吐司 一般蜜糖吐司都是有一個像堡壘一樣 然後就把它整個包裹起來 可是你們這個其實就是 真的就是一層一層像甜甜樂一樣 這樣的話它會比較方便食用 也比較不會浪費 而且客人接受就會看到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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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超好吃 而且重點是它不會太甜 而且我發現 這個吐司上面 就還有一種很獨特的香味 許大哥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這個香味是什麼 吐司切條之後會裹奶油 裹奶油之後再裹奶 難怪它有一種很香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蜜糖吐司 真的太好吃了 而且真的是甜而不膩 我相信所有的少女們 聽手你們到手裡 一定都會為它為之瘋狂 應該連小孩都會愛 而且真的冰淇淋 真的 一定會上癮 一口接一口 我覺得今天走進這家餐廳 一開始走進來 你就覺得 它很乾淨 很舒適 很明亮 而且還很特別的設計 對 真的 然後走進來以後 你就會發現 這裡真的是很棒 因為你會發現 它從這裡的空間設計 然後一直到這裡的餐點 真的都是呈現美學 它都好漂亮好精緻 然後你還可以在這麼美的 獨立小空間裡面 享受你 享受你的生活 對 我覺得好棒喔 所以相信我 如果今天不管是要聚餐或約會 還有求婚 最後求婚 來這裡就對了 是你不錯的選擇 今天謝謝我們的徐大哥 謝謝